兩位老師還有祕書長的說明 我想有良知的應該是會很憤怒的 但是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兩位老師還有祕書長 我們長期在面對這樣的問題 那個身心上一定有受到很大的衝擊 怎麼樣可以保持平衡 還有這個戰鬥力 繼續為這個環境繼續奮鬥 不會傳授一些方法 來怎麼樣先敬佈自己 謝謝 說實在的 我們會 站出來 大概就有幾個基本的特性 第一個 我們都有公共的性格 大概公共性格 在我們台灣 算是比較稀有的 第二個 第二個我們不會很在乎個人的利益跟所得 如果我們很在乎個人的利益跟所得 我們家社會全部會利用各種的人際跟所有的社會運作的關係 來砍斷你的 你的所有運作 所以我們這有一個基本的想法 實際上 我們的生活 只要過用 只要我們過多 但是我們的社會一直被鼓勵成 你要像 像餓死鬼一樣 拼命的 拼命的累積 拼命的 拼命的 用各自各樣去拿一些的 就算你不應該拿的 錢或利益 經濟利益 也要去取得 那現在目前呢 我們的社會 現在目前最大的問題 就出在 這個叫什麼 叫做溫帶地方 發展出來的資本指令運作 當它進入到熱帶地區 就破壞了熱帶地區的所有的 所有的運作方式 這是我們現在目前地球面臨的危機 那這個部分 我大概再說一下 在溫帶地方 應該冬天會吧 會有下冰水對不對 你就不能的吧 不能在外面沒有東西可以吃 你在夏天要什麼 要儲存足夠多的 這食物跟燃料 你才能夠度過這個冬天 而且甚至呢 這個冬天會有多長 也沒有人知道 再加上這個溫帶地方 因為它是屬於的 一個被動性的環境 所以經常會有什麼 會有災難 乾旱 這些在過去的歷史裡面 會有多長 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種情況下 你就要什麼 要無止盡的 在夏天的時候 就什麼 就要去聯機什麼 聯機 你要過多 或未來可以租存的東西 那就是我們現在私有族 資本主義的整個運作 那因為這樣運作情況下 我們的社會的運作 就只要你具有這樣能力的人 你就具有主導性 所謂的國家 或是所謂的領導者 所有運作 就這樣發展出來 那也發展出我們現在目前的 所謂的科技文明 相反的 在這整個過程中 我們應該都有被 被教導 當 歐洲在十五六世紀的時候 在大航海時代 開始探索整個 整個全球的時候 開始慢慢 慢慢就發現說 他們很厲害了對不對 這樣就是工業革命以後 就把所有的 所有在熱帶地區 或是歐洲之外 這些叫原住民 任人 要落後 就是不及格的 都一直被改變 但是這樣的運作 慢慢到了二十世紀中葉以後 就發現說 尤其是在二十世紀的過程中 我們人類的發展 用人工合成的物質 用人工合成的東西 非常的發達 在那時候 我發現化工 化學工業 但是後來 就發現很多 很多的後遺症 那這個後遺症的產生以後 就發現說 如果我們 原住民 他們 他們用了幾百人 幾千點 還沒有問題的 還留下 已經經過那麼多人的試驗 大家都沒有問題 那這東西應該 應該就是沒問題的 那這樣東西 就開始在重視 所謂原住民的 這個叫智慧 原住民的很多很多的東西 在出現 那跟植物有關的 就叫民俗植物學 或叫民俗植物學 那我們台灣 也在二十世紀末的時候 趕上這個 這個熱潮 現在幾乎這樣 因為在現有的科技文明的摧毀下 只有才在這個摧毀下 大部分的原住民的 這個整個運作 全部 全部是全部 都不見了 那這裡面 以我們台灣來說 最具有的 這個運作方法 就是泰雅族 跟大物族 他們是一個 一個叫做部落 會員 沒有領導子的 一個很簡單 在熱帶地區 如果 到野外去 我採個托羅蜜 我這一天 就吃飽了 我採一個榴槤 我一天到過 身體裡面 都有東西可以吃 當然我就不用去儲存 我就不用去想一大堆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很多的 所以當我們在經濟 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 我們就對著熱帶地區的 這些人 就會什麼 懶惰 不積極 一大堆 所有的負面的問題出現 所以現在目前 問題就更大了 當這些巴西 當這個印尼 當這個泰國 當這個熱帶地區的國家 印度 都全部要跟 溫帶地方的工業國家 過同樣生活的時候 那 這就是 我們現在地球 最主要的危機 的出現 那 我不曉得 我這樣說 會不會把方向 倒到那個 好像我們都會 選擇 無能為力的地方 但確實 這樣子一個工業呢 如果我們現在 不改變 一個很基本的問題是 現在都知道了 2003 2030年 很多學者專家認為 這個叫關鍵 如果我們人類的行為 現在目前對著地球造成的問題 如果在2030年沒有 沒有做一種 叫基本上的轉變 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到 不會讓它再惡化 這話 那就沒舊了 那如果說 這樣沒舊的話 大概2050年的時候 所有的災難 所有電影裡面 所有的那些大的災難 就會一再的發生 那現在目前這些災難 都只是什麼 都只叫警告性的而已 還不是很重大的 那說實在的 2050年大概還有多少年 40年 38年 2030年 還有18年 這裡面我們大概很多 很多朋友大概都知道 這裡面一個指標性的一個動作 不是說我們把這件事情做好以後 就可以過幸福快樂的日子 只是說我們把這件事情做好 是宣誓我們可以的 我們願意去做好 未來很多的運作部分 就是二氧化碳的碳排放的 整個管制 所謂京都議定書 那如果有關心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這個京都議定書在制定的時候 本來美國是 就是要參與 對不對 結果這個 這個副席 小副席 當選總統 有什麼 就撤出了 那個整個運作過程中 為了 為了讓非常多的國家來參與 所以很多的 很多的做法 很多運作法 就修改了 改掉亂七八糟 到目前為止 是嗎 是沒有了 沒有 沒有成功 變成一個失敗的一個例子 也就是說 在過去的努力的情況下沒有成功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我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說 在1980年代的時候 只要稍微有腦筋的人 都知道 按照人類的習慣跟經驗 這樣繼續再下去 這個地球一定是沒救了 所以那個時候 就想說 以我們現在的科技 跟我們的未來的發展 我們可以移移外太空 在外太空建一個一個太空站 你這樣想要遵守共同 不讓我們 就移移到那邊 所以如果注意到 在1980年到2000年左右 這一方面的電影 你知道嗎 科技這方面的電影 多得不得了 好 那既然要什麼 要移移外太空 外太空建一個太空站 就要跟地球一樣 你建議一個 可以養活人的 一個生害體系 所以在美國的亞利桑那的沙漠裡面 就蓋一個玻璃溫室 把人可以想得到了 可以運用到多少技術 就把它弄一個 叫做隔離的空間 如果這裡面人 在裡面可以活兩年 都不會出問題的話 在裡面可以生活的話 那我們就把 就可以在外太空建一個 一個叫做太空站 我想這個很多關心的 你都知道 但是1994年 兩年了 這個試驗以後 產生了一萬多個錯誤 這個錯誤知道嗎 我們沒有從外界去 去把它修復的話 那這個姿態力都不會崩潰 然後說什麼意思呢 我們現在人的科技跟我們人的運作 知識 並沒辦法建立一個地球的生態系 一個可以自給自主的生態系 所以我們移民外太空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原因 才開始喊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所有環保 所有所有的 所有的運作 就是在這個時候 蓬勃的發展 但是我們剛剛也跟大家提到過 這樣的一個思潮 這樣的運作 剛剛連對的這樣全球的都會化 我們都會化的運作情況下 在這樣過去的習慣 因為台灣 在澎湖發展 經濟發展的運作下 那現在目前的問題 真的是非常的不樂觀 尤其是當我們看到官方的這些 這些做法跟運作的時候 也不想要怎麼說 所以這個陳老師會 也會更急迫的是 我們真的如果說不自其 起來自救的話 大概是 是沒有可能的 而且我們也知道 所有任何的改變 都是什麼 都是從灰阻油 從越南華 叫做不是看起來 沒有力量的人 去做的 就像陳老師今天談 我們的社會裡面的整個 整個這個 什麼用型 無功用型 這樣的一個運作 而不是說 要強調我們有多少 有多少的能力 一定要如何 只有我們自己願意去做 去改變 在我們周邊的地方去進行 那才有可能改變這樣的運作 我花了一些時間 我就先收到這邊 所以在過程裡面 並沒有一定要做多偉大 沒有啦 就只是在我們身邊 在做 你可以做 我們可以做多少 就做多少 而我們一直有一個想法 我們一直有或無 叫兩極化的 不是要插槽 你別不是好 但是一切相當 我們做很多 就是漸進式的 慢慢的改變的 當我明天比今天 比現在更好 一天一天改變 那很多事情 都會做重大的一個變更 那很多很多情況呢 實際上可以這樣說了 現在或在台面上 一個環保的這些 什麼叫做鬥士 就是被逼出來的 沒有人願意 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只是因為一個 一個叫做 一個想法跟一個公共性 總覺得怎麼會可以這樣幹 而且我們的教育裡面 我們的整個社運 都告訴我們 這樣的事情 反正就是不行的 不應該這樣子 而且我們如果要有未來的話 那真的是 這樣搞下去 真的會沒有未來的 抱歉